在現代城市風景中 舊廈門街派出所靜靜隱身其中 当人们停下脚步 仰望片刻 便能感受到其独特的风韵 这栋建筑物船端町的旧派出所 它外观特别的地方 主要是它在将近一百年之前 它就使用了现代主义的建筑风格 就是所谓日本时代留下来的船端派出所 大概就是1936年盖完 日本人的警察就住在这边 他之所以要在这个地方设派出所 是因为到哪个地方交通方便 他要出勤他方便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丁州路 以前叫万兴铁路 那铁路以前警察也是要去 检查有没有就是违禁品啊 或是说不法分子 所以他在一个交通要充的地方 设派出所非常非常的合理 我住在这里差不多75年了 我们厦门街在台北市也占着相当有分量的一个结员 1936年设置川端丁派出所 隶属于台北南警察署 此所位置为都市中心及重要道路上 都可看出日志时期当时厦门街的重要性 当时我当里长 我也是这个派手的那个 林红中队的中队长 所以我跟这个派手远远 以及历届的首长都跟我相当的好 至于我们这个派手是相当于有历史的 当时这个派手是日记时代就留存在这里 1945年11月1日 战后的厦门街派出所由台北市政府管理 2010年新建中正第二分局厦门街派出所 原派出所的人员转至新大楼办公 2011年管理权转移给台北市政府环保局 建筑开始闲置无人使用 2015年就厦门街派出所 登陆为台北市历史建筑 开始进行古迹修复与再利用 扶着那个扶手往上走的时候 然后就仿佛有一种被召唤的感觉 就是好像有个声音在跟我说 就是你应该来就是修复这栋建筑物 因为它是非常早期的建筑物嘛 所以它可能就是一个基础的大底 那个砖上面有一些钩纹 我有点舍不得那些旧的砖 所以我就尽量用修补的方式 最后我们盘点出来是需要八千多片 八千多片我就很困扰 因为我不希望做到每一片都长得一样 所以我可能会有几种不同的类型 然后查它当初土的配方是什么 然后搭配着就是一起去烧 然后去烧出那个时间的质感 我曾经在厦门街拍摄所服务了四年 以前刚来这边报到的时候 第一眼感觉啦 我没有见过这么破旧的评审 以前治安就是靠这些热心的 伯伯或是伯伯的帮忙 然后他们听到什么风吹草动 或甚至说这个楼梯最近有比较多 不是常看见的人在那边活动的时候 所以像我们破货赌场都是这样的破货的 以前的警察比较有人行为 以前的警察他负责的方面 有查报回建 查报这个人口 他还要去查款人口 所以他们比较有跟老百姓接触 治安就是人跟人发生的事情 离开这边快二十年了 到现在为止 还是有很多人碰到还是会打招呼 还是大家还是很亲切 在老房子文化运动计划的推动下 昔日的厦门街派出所 也迎来重生的曙光 一楼其实当初就是设计成餐厅 那二楼的话就是 我们有一半的空间是租给服装设计师 然后这个讲座空间 那我们本身自己会办一办讲座 然后办活动 包含瓶酒课 艺术蜡烛课 花艺课 还有浮雕画的课 那未来其实也会尝试说 就是各种课程 我觉得都市发展 不应该是有新的地方 就把旧的地方 在这边不管 应该是新旧的地方坚固 这是我作为前这个厦门街的居民 对这个地方的感想 那我是离开了十几年了 然后第一次十年后第一次进来这边 整个氛围完全不一样 也比较像底级一点 就没有想过要放弃 然后包括像文化局副作 田伟 他其实一直很担心 不会跑路 对 然后他就常常在跟我确认说 你确定你不会跑 你会做完 我都跟他说会不会做完 你听见了吗 这是旧厦门街排出所的心跳声 从旧厦门街排出所出发 聆听陈南的故事 唯有珍视历史与记忆 我们的此时此刻才有意义